欢迎收听美利坚演绎,我是刘仁谦 今天咱们说到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了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次选举出现了非常令人意外的结果 就是一位可以说是政治素人的候选人Donald Trump 最终是成功地问顶了白宫的宝座 这位现任的美国总统你管他叫特朗普 或者管他叫川普或者叫床破其实都无所谓 总之是由他来获得了可能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这样一个职位 确实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这位川普其实是个富二代或者说富三代吧 应该说是他爷爷当时是最开始先奋斗积累的第一桶金 他爸爸把这个扩展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帝国 而到了川普手里可以说是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 那他的这一生也是一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则 就是能高调的绝不低调 能上媒体头条的事绝对不能念不出溜的就过去 他呢其实啊一直以来在商界上呢可以说是毁育参半 一方面呢就是名下有一堆一堆的资产啊 包括纽约曼哈顿核心区有好几栋他们家的大楼 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呢也有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产业 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啊说他实际上是通过高负债高杠杆来维持现有的这个经济规模 实际上呢如果这监管给力一点 如果这法律更严格一点呢实际上早就破产了 这些说法呢到底哪个队咱们就不深究了啊 总之呢川普肯定还是一个巨大的富翁 好像呢在这种福布斯之类的排行榜里啊 在全球能排到大概第三四百名的位置 那川普呢其实一直在媒体这个行单啊有很多的兴趣 他呢自己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特别火的那么一个节目叫apprentice 就是学徒翻译成中文好像叫谁是接班人 这个节目呢说白了啊就是找一堆人过来求职了 然后呢每一集结尾都会有一个人被淘汰 然后川普会说一句那个节目的经典口号叫you are fired 就是你被开了 然后呢这个口号后来他给注册了一个商标 因为确实特别的快智人口 然后呢到最后啊每一季胜选的人呢会成为这个川普公司的员工 每年开出的年薪呢大概是二三十万刀 所以这个节目呢他的这个设计思路确实挺好玩的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 再加上川普呢每次在节目里又是做出一些特别有意思的 特别惊爆人眼球的言行啊什么的 加上他那特别搞怪的发型 总之吧就是话题度一直特别高 另外呢好多什么世界选美小姐啊 美国小姐什么的都是川普和他背后的公司去做的事 另外呢川普还特别喜欢WWE 也就是美国的那个摔跤联盟啊 那个呢看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其实就是演戏 但确实呢剧情还是挺好玩的 就是说着说着吵着吵着就打起来 打完了接着念台词那种感觉 那川普呢有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 说我要是当这个WWE的这老大 我绝对能比他们那现在那总裁干的好得多 后来呢就因为这一句话啊 两个人本来关系很好 后来就不对付 约定呢在这摔跤场上决一胜负 后来想着啊这确实得不偿失 俩人呢都是身家万贯 万一出个闪失呢谁也承担不起 于是呢就俩人各自赌了一个摔跤手 让他们去决斗 最后那个川普赌的那人呢还真赢了 然后呢作为胜利的这个果实吧 他就把那个WWE的那总裁头发都给剃了 那么这么一贯高调的川普呢 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参与政治的机会啊 早在1999年呢 他就曾经试图参选过美国总统 当时呢他还是一个叫改革党的候选人 后来呢就退出了 再往后呢他就反复的分别加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 有点时间啊 是在01年布什执政的时候呢 他加入了当时在野的民主党 等到奥巴马上台之后呢 他就反而加入了这时候在野的共和党 而且在奥巴马任期的时候呢 他还提出了很多阴谋论啊 说要看奥巴马的出生证明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什么的 然后呢在两次奥巴马的竞选的时候呢 都是支持他的对手 分别是麦凯恩和罗姆尼 他支持的这两位呢 都没能成功的把奥巴马搬下去 所以后来川普呢决定亲自上阵 在2015年的6月呢 他正式宣布自己要参加下一次的总统选举 那他当时呢就创造了后来被发扬光大的那个口号 叫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口号啊就特别有煽动性 而且呢他在整个的这个演讲的时候啊 就做了一堆承诺 说我要是上帝创造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 那我会让我们的国家恢复那些悠久的光荣的传统 然后呢我们要实现美国梦 要不以前更大更好更强 要把那些所有的人民的 尤其是底层人民的敌人都给干掉 他所谓的敌人呢 其实主要就是非法移民 就比如说那些跨越了美墨边境 偷偷来到美国 后来呢又通过一系列的手段 获得了美国的身份的那些人 川普呢特别会煽动仇恨啊 他知道对于那些穷苦的底层的美国白人来讲呢 他们是不会认为自己的钱啊 都是被国内的那些大资本家给剥削的 他们会把目前所有遇上的那些经济上的困境呢 都归咎于这些来美国的墨西哥人呀 波罗尼哥人呀什么的 于是呢他就大肆的去煽动仇恨 说这帮墨西哥人呢 都是什么强奸犯毒贩罪犯之类的 所以呢他就说我们一定要严格的管控这些非法移民 来了了他都给弄回去 然后呢同时还要修一堵墙 把那些还没拦的拦在外边 千万不要让他们再抢那些辛劳的 辛苦的那些普通美国人民的工作了 那么在川普宣布参加这次总统选举之后呢 实际上是没什么太多人太把他当回事的啊 而且呢相对来讲 更高兴的是他的对手民主党那边 而更伤心的呢是共和党这边 共和党这边吧 就非常觉得说川普这么一闹呢 就很容易让这个党内吧 情城分裂 那川普呢本身自己是一个政治素人 之前呢完全没有什么市长 州长或者参议员 众议员的这些相应的经历 那自然呢也是没有什么政绩和政治资源 但是呢他的这个表态啊 非常受底层那些保守的白人的欢迎 很容易啊把那些本来建制派 也就是那些循规蹈矩的啊 特别传统意义上符合政客形象的 那些共和党的候选人给分掉选票 但是呢如果最后啊共和党真的把他推选上去啊 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觉得那一定是干不过民主党那边的希拉里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每个国家的这个选举啊 政治啊他自有一套玩法 那美国这个民选政治机制呢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了 自然也有他或明或暗的那些游戏规则 那川普呢作为一个完全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的人 就似乎来到这牌桌上就开始掀桌子那种感觉啊 自然在大家看来呢是并不受欢迎的一位候选人 另外呢川普的很多计划都非常极端 比如说呢他说我上台了啊就要取消这个出生公民权 也就是只要在美国出生就自作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这个政策 他还有很多其他比较极端的言论啊 比如说他爸爸当年呢就曾经卷入过3K党事件 那他自己呢也跟3K党似乎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另外呢他还曾经发出过反游的言论啊 就是所谓反对犹太人 因为咱们知道犹太人在美国啊 虽然明面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当政过 但一直是背后的一股很大的势力 左右着华尔街左右着硅谷啥的 所以呢他这个反游言论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另外呢他还特别不尊重女性 比如有一次电视上总统初选辩论啊 当时那个女主持人呢问了他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然后川普就直接怼回去了 说你是不是来大姨妈了 另外呢他之前也有过屡次被指控性骚扰的记录啊 而且呢还天天在推特上一会儿怼这个一会儿怼那个啊 总之啊就是围绕在这个人身上的争议实在是太多了 基本上啊只要了解他的人呢 没有什么人是站在中间立场的 要不然就特喜欢他 主要就是那些底层的白人保守派啊 要不然就特别恨他 恨他呢是因为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争议 那喜欢他的人呢就欣赏他这种对于非法移民和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强硬的态度 因为咱们之前说过啊 在奥巴马的任期内确实很多政策啊实在是有点走得太左了 那很多原本的中间派呢也是因为这种极度的向左呢 而心生怒意转而支持了极右的川普 所以呢虽然在华盛顿和全国的各大媒体呢 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唱衰他 虽然在历次的民调显示呢 都不能证明说川普跟其他的那些候选人比有什么优势 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个支持者的人数啊就在不断的增加 那些共和党的建制派 包括卢比奥啊克鲁兹什么的 本来都是彼此为最大的对手 但是呢后来发现原来川普才是那个可能笑到最后的人 后来呢果不其然 他在这个共和党最终的这个党内代表大会呢 是获得了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正式的要跟民主党的希拉里决一雌雄 但是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啊 还是并不看好川普 那他到最后到底是如何逆袭获胜的呢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你用闹回分解 几书来 你用闹回分架 你用闹回分解 感 连机